有时候我不小心下床的时候 他们没有注意到我 一脚就踩到他们 我就卡阴了 师尊就卡阴 但师尊卡阴不怕 因为 这个就是叫做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冲煞 师尊常常跟你讲 哎呀你冲患了 为什么叫做冲患呢 就是你自己 本身 你没有看到他 你从他的身体穿过去 那你就冲患了 你是冲患东方的吗 就往东方的送 冲到西方的 就往西方送 冲到南方的 你就有南方送 冲到北方的 就往北方送 把他送走 你就不会卡阴 所以师尊有教大家 如何送的方法 这个有时候送这些鬼 你如果是 你要懂得 冲患的是东方的 南方的 北方的 西方的 你去找 如果有土地公庙 像台湾有土地公庙 像台湾有土地公庙 你冲到东方的 你找东方的土地公庙 跟他 跟他 跟土地公讲 然后把金画给他 这些有些金是给土地公 一些有些金是给冲患的 那么在除日 除去你身上的 卡阴的 除日的 午后 午后 气烧 都会有感应 有时候冲患是 现在也是叫大家一个法 你冲患了 不知道是冲患 师尊不在 不知道是冲患 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怎么办 你到姚石基姆面前 跟姚石基姆讲 我到底冲患是哪一个方 你这 宝贝一下 宝贝一下 他跟你讲哪一方 你就到哪一方去烧个金 或者说我烧金要烧在第几炉啊 第一炉 第二炉 第三炉 第四炉 第五炉 第六炉 你冲患的时候会 这个病因啊 有一些冲患的是属于鬼神病 不是一般的疾病 鬼神病的话 告诉大家 你头痛 烧第一炉 脖子 脖子痛 烧第二炉 这个心胸这边 胃肠 胃这边 烧第三炉 肠子 跟这个 密轮这一方面 烧第四炉 上面的脚步 脚酸烧第五炉 下面的脚 烧第六炉 这是从头六个炉是这样子讲的 你到底哪里辛苦 烧哪里 这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还有比较特别的 师尊告诉你烧第几炉 因为那一个炉代表东方 那一个炉代表西方 那一个炉代表北方 东南西北 中央都有 都有的 你如果懂得这样子的话 或者你住家 在你家里 你的住家 你充换了 瑶石金母拔杯 跟你讲是东方的 就是你住家 面向东方 把一些纸巾 跟祭品 拜一拜 把它送走 在午后 午后送走比较好 在除日送走更好 平常的日子也可以 平常的日子 但是 如果按照这个 可觉的话 那在除日最好 就除掉你身上的卡因 除掉你身上的疾病 是这样子做的 这就是一个法 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一个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